欢迎收看台湾热点,我是庄叔堂 首先带你来关心台湾新内阁团队今天正式宣誓上任 行政院院长陈冲强调,未来的施政目标在复明经济 简短的致取之后,更立即的召开行政院会 展现新团队的执行力 新格魁陈冲带领着内阁成员 当着台湾领导人马英九面前宣誓就职 随后也从前格魁吴敦一的手中接下硬性交接 代表陈内阁时代正式来临 陈冲提出新口号,复明经济 要把台湾打造成一个富足、康乐、创新 的社会。他还举了18年前,他接任保险司长的例子 凸显他的个人特质。当天媒体就问我说,为什么不讲话? 我说,现在不是说的时候,但是做的时候。所以我们等一下开始做,我们等一下就要开3285次的院会。 送走了长官肖万长,陈冲立刻召开就职之后第一次主持的行政院会。 诚如他所言,做比说更重要,企图展现新内阁团队有效率的执行力。 澳闺老师、陈锦豪、朱少龙、台北报道。